半度国庆准备参加典礼的民众 依序通过安检门排队进场 一早国安人员就在管制区加强检测 即便是国军弟兄也得经过探测扫描 为安工作滴水不漏 就怕无人机闯入会场 刑警出动干扰器 就连国庆舞台区座椅里里外外 全都再次检查 确保典礼能够顺利进行 而去年缺席的国旗阿姨 今年再度现身 自掏腰包 发送国旗衣和假发造型的国旗帽 看到巨服国旗吊挂进场 外国朋友惊呼连连 就有观光客来台 宣道参观国庆典礼 穿上国旗衣和戴上国旗帽 感受台湾国庆氛围 国庆大典 侨胞共享盛举 日前总统赖清德 在国庆晚会上抛出祖国论 多数侨胞都认同 至于今年的国庆主事觉 回归兰印的华国美学风格 连两年参加国庆典礼的侨胞 格外有感 一年一度国庆大典 祖国论和华国美学话题 成为讨论焦点 民事新闻李嘉华杨伯爵 唐师琴李奇台北 采访报道